今天带大家来看看我们客家围屋的遗址 至今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 这个围屋在我们隔壁村 听我爷爷的贝勒人说 他们小时候经常来这里玩耍 围屋还是保存的非常完好 但是最近几十年开始逐渐的坍塌 现在已经面目全非 都不成样子了 非常的可惜 还是能看到一些建筑特点的 我们现在过来看看 在我身后的就是客家围屋遗址 占地面积很大 有几千平方 这个几千平方的就是一个大房子 周围的围墙都围得非常高 在那个动乱的年代 我们客家的房子都是这样建造的 有看过客家围屋的都知道 但是现在已经面目全非了 唯一谨慎的房子就是两个炮台 这两个炮台 还有这边有两个千马石 这个千马石上面还有记录了年号 我们可以过来看看 大家看一下 这个千马石 已经非常的苍苍了 它每个面都有刻字的 但这个字已经看不清楚了 像这个正面 这边就有一个符号 这应该不是字 像这一面 这个字是被人家后期填了油漆才看得到的 这几个字我是搞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念起来不通顺 可能跟我的文化水平有关系 朋友们看看能不能解释一下 隔壁这边的话 这个就知道了 这个是同志九年冬月吉旦 就这个意思 年号 可惜的就是绝大部分的位置都已经看不清楚 这个位置就是以前唯屋的主门 主路口 看旁边都还有它的房子地基 都保存的还是蛮好的 房子已经太大 老乡们已经拿来种地 这边也是 这里面都是房子 还有我们去看看炮台 炮台上面已经长满了藤蔓 不知道有没有炮眼 这个孔比较矮一点 不知道是用来干嘛的 它上面是有孔的 我们走到这一面来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树下来的方孔 这边也有一个 这两个就相当于那种机枪口一样的样式 最上面还有一个方形的孔 这些肯定是用来侦查或者是用来设计用的 这一面 这一面没看到 这面也有 目前保存比较好的围屋 一般都是在福建那边 像我们家里这种围屋 都已经面目全非了 基本上每个村都有好几个这样的围屋 但是都没有保存下来 非常的可惜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 看看你的家乡有没有这样的房子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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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